以及第五場賽事 今年度2023英皇錦標,隨時預備 一開始的時候都平排出閘 港鐵大王暫時在尾爾位置 盧森寶縮著跑 前面比較快的海角遠景 致勝一擊也不慢 大外擋多產巨像 內蘭方面守著第四位偏然無知 後一格馬位盧森寶 然後中間藍衣、藍帽命令 外面位置仍是尾爾位置 多產巨像暫時跟著尾爾位置 尾四位置,港鐵大王拍攝上樓貴府 暫時殿後村河威區 縮短或馬群距離 大約四個馬位 前面帶頭都是一隊 偏然無知帶頭 外面海角遠景 守著第三位,紅帽致勝一擊 入面是盧森寶 外面三疊望空了尾爾位置 中間位置命令拍攝 入面位置就是港鐵大王 多產巨像暫時尾三島 尾爾位置上樓貴府 暫時殿後是村河威區 轉第一個彎的階段 前面偏然無知帶頭 拍攝海角遠景 守著內蘭第三,盧森寶 致勝一擊的第四 後面偉士也有點望空 可能只有半個遮擋島 入面藍色衫是命令 後面的四匹多產巨像 分別是港鐵大王 上樓貴府 暫時殿後那匹 依然都是村河威區 距離前領馬 大概六個馬位之內 前面一對都是放頭 鐵欄那匹偏然無知 外疊二疊位 海角遠景 守著第三位 依然是致勝一擊 內蘭方面是盧森寶 外面望空了位置 多產巨像 跟著它後面跑 入面是命令 在後面的三隻 分別是港鐵大王 暫時賣爛了 上樓貴府飛出外面 暫時殿後那匹 穿河威區 好,最後一個彎的階段 前面帶頭 海角遠景 偏然無知要大力 入面是盧森寶 外面上來的致勝一擊 飛出大愛當 仍是偉士 中間正在等位的命令 大隻貓在哪 鋼鐵大王的捐入面 上樓貴府在外面 多產巨像 不知甚麼事 已經差不多收停了 入到最後直路階段 偉士暫時佔先 外面上來的命令 中間裡面 見到鋼鐵大王抄襲上來 內蘭方面 盧森寶 中間是致勝一擊 反而不太多 入到最後直路 偉士暫時佔先多些 但外面命令這幾步 亦都很強 內蘭三歲馬 鋼鐵大王 大大邊打下去 最後200米 前面透了出來 見到命令 大戰這個偉士 裡面的鋼鐵大王 單打獨鬥 命令對著偉士 命令偉士很近 命令還是佔先一個馬鏡 偉士就首脫第二 命令贏金界英皇救標 偉士跑第二 而鋼鐵大王第三 第四名是盧森寶 命令 贏了金界英皇錦標 高晉成的座騎 最後壓住偉士 偉士跑得好 還是頂著第二 鋼鐵大王 三歲馬跑第三 第四名是盧森寶 反而是多產巨匠 中段又是拉停了 出關的時候 都拉停了 對 又是走出一些堅尼的東西 正常地 真是不知道什麼事 好了 命令 既然如果這樣計數 至勝一擊都可以贏英皇錦標 那麼他可以贏英皇錦標 又不出奇 始終是上年加冕杯 他是一盒賽盟主 命令贏出今屆的英皇錦標 看看賽事重播 高晉成是怎樣贏的 偏然沒有知道 大力正在比 入面是盧森寶 外面上來自勝一擊 飛出來大愛當 還是韋士 中間等著命令 大隻馬在哪裏 鋼鐵大王捐入面 上流貴婦在外面 多產巨罪 不知什麼事 已經差不多收停了 入到最後直路階段 韋士暫時佔先 外面上去命令 中間入面見到鋼鐵大王 抄上來 內南方面是盧森寶 中間自勝一擊 反而不是很多 入到最後直路 韋士暫時佔先 但外面的命令這幾步 亦都很強 內南三歲 鋼鐵大王 但誰打下去 最後200米 前面透出來見到命令 大戰這個韋士 裡面的鋼鐵大王 單打獨鬥 命令對著韋士 命令韋士很近 命令還是佔先一個馬徑 韋士首途第二 命令贏金界英王救標 韋士跑第二 韋士跑第二 鋼鐵大王第三 第四名劳心寶 韋士也算跑得好一點 上流貴婦 也是這樣差 也是這樣差 只差了 鋼鐵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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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場都贏了 復出 還有鋼鐵大王 是他的福地 多產巨像很早要夾彎 已經要夾彎 這裏可能有事 鋼鐵大王 鋼鐵大王 看看賽後會否驗到有什麼事 不知 堅尼那次也是差不多這樣 所以他再放一隻盧心寶 那隻也回到第四 暫定賽果四號、八號、十一號、五號 有些馬失準很難說 他的習慣性、偶然性有點失準 看看賽後報告驗到有沒有事 還有會否有什麼心律不正 這一次又沒有什麼藉口 之前還說變怕地不太行 這次已經是正常地 但是跑得都很頑皮 反而鋼鐵大王還是保持住 那真的不是很高興 那將來會很舒服 我相信現在是足道路 就讓人們看法 當然 我看他不是很像 我的保持這位 是這項目 我本來不上 會可知 我就是看起來 我這其實是挺容易 但如何特別是參加這些競爭 然後出現正面的談論 我認為這很特別 昨年我們在二位或是四位位置 跟巴尼的位置在二位位置 是很甜蜜的 好運氣 這是很驚喜 謝謝 第一個預計派賽英皇錦標 排第一名四號的命令獨贏派75元 為止派21元 第二名八號的韋士為止派29元 第三名十一號鋼鐵大王 為止派17元 第四名五號盧心寶 連日四答八296元 二重彩四號八號順序607元 三重彩四百十一三千七百七十五元 單鐵派660元 為止橋四答八92元 四答十一76元 八答十一一百五號 四連環四號五號八號十一號 派1747元 四重彩四號八號十一號五號順序35,579元 剛才剛才高俊成也說過 這個命令幸運沒有退役 因為去年贏了一級賽後 其實要退役是很容易的決定 結果一直都不退役 現在贏了英皇錦標 幕後的決定都很明知 有沒有記錯應該高俊成也是第一次贏英皇錦標 多謝馬主的大陣營 第一第二有勝遷 因為高俊成357天上一場之前 一級賽冠軍都不會留那麼久 你養他一年 有回報了 贏了英皇錦標 再提升新價 兩兄弟都厲害 對 下場再次 第五場英皇錦標 排第一名就是四號的命令 獨形派75元,位置派21元 第二名八號的韋士,位置派29元 第三名十一號,江鐵大王,位置派17元 第四名五號的盧心寶 連人四達,八派296元 二重彩四號八號順序607元 三重彩四號八號十一號派3775元 單T派660元 位置派四答八92元 四答十一號76元 八答十一號100元5號 四連環四五八十一號1747元 孖寶,頭關十四次關四1669元 奧為獎八號453元 看四重彩四十一號派35579元 四重彩四十一號派35579元 四重彩四十一號派35579元 米王錦邀賽事完成時間,兩分三十三秒九五 頭馬贏二馬就馬頭位,二馬贏三馬,四點五馬位 雖然是大陣營,不過接班人都要繼續支持才行 三部,S7第六、第七、第八場截止頭數時間是十一點十五分 換言之是第六場開跑前就截止了 結果就命令高俊誠 大途你最多都是拍最怕角的 好了,高俊誠第一次贏英王錦標 今年是刺激一點 始終你不是在比較小馬的場態 前年你壓大爺,又是出馬比較少 去年是戰勝一擊萬聖飛的 好了,我們跟浩然聊天 浩然,剛剛英王錦標,最後鬥得很激烈 現場看真是精彩得不得了 未過終點真是不知道哪一匹贏 不過剛才有一點,淘桃說得對 因為落了跑道,似乎韋士冷靜一點 結果真的留得到了,沒那麼差 我自己就投降了,上流貴婦 如果再跑英王錦標,就打死也不行 怎麼搞都不行 但你說他能力是否真的頑皮 我又覺得不是,好像不是跑得很順 因為以他今天的狀態,其實走出來很漂亮 但去到半老,騎下去,擺出擺入 好像那些平衡都錯錯地 因為衛士都可以回到第二 就算是反先也好,未必差很遠 但現在跑到,連跟那些偏然武士跑都可能過得到 這些可能都不可以說完全做準 現在現場的天氣也是很曬 剛才郭慶你都說過 天色曾經好像暗過一樣 這裡是這樣的